一線的藥物通常有三類型的副狀 第一,時食一些比較長效的藥物 有機會影響小朋友入睡 第二,家長最擔心的 會影響小朋友胃口 就算小朋友比較肥胖 其實影響胃口 有時會令到有些很滯胃、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發生這些類型的副狀 其實有些叫開胃藥的 是可以減少舒緩的症狀 第三類型的副狀 就是有時會產生一些短期的焦慮效果 例如頭痛、心跳、手震等 但通常如果藥物只要由低劑量開始 其實效果通常不會太明顯 只要藥物慢慢調校上去 通常會慢慢適應得到 究竟需不需要寫細 其實過動活躍的症狀 通常隨著小朋友的年紀慢慢長大 例如去到小學後期或中學 通常自律比較好些時間 症狀通常會自己控制得到或減少得到 如果純粹過動活躍的症狀 有機會在那段時間可以減輕或不用吃都可以 但專注力問題 通常會一直延伸下去 直至長大甚至成人階段 仍然會明顯 在求學時期 其實如果不專注 其實有時機困難 可以學業學得好 但去到工作時間 其實未必一定要很專注 所以究竟去到成年時期 究竟不繼續要食藥 可能會交給自己的成人去決定 就算小朋友吃了專注力藥 其實專注力比一般小朋友 可能都會比較信息 所以譬如將來小朋友選擇科目 或者選擇工作的時間 其實有時可以考慮一些不需要專注得那麼重要的 譬如我試過有些成人 他專門選擇一份工作 就說要加入資料 其實這些工作 對於一般普通人來說 專注力也有時比較考驗大 如果對於ADHD的人來說 就比較困難一點 但其實有些創業類的工作 對這些小朋友或大人來說 其實可能是他的強項 因為他們比較創意 比較澎湃都不頂 所以工作當然要看他們的興趣 但其實能力也需要參考一下